各位观众朋友您好 非常欢迎您再次收看大法谷节目 那么今天呢 我们要来谈一个有趣的话题 我们都知道 佛教所有佛像的造型 都是非常高贵庄严的样子 但是呢 有一尊弥勒佛 却是又矮又胖 还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肚子 为什么弥勒佛的造型 跟所有的佛像不一样呢 让我们来请教圣言法师 弥勒佛呢 在 台湾可能不多了 有的话 只是一贯道在供 佛教的寺院里面供 明乐佛都不多的 那么在 中国大陆呢 所有的大的寺庙 进三门的时候 笑面凝人的 第一尊佛 就是啊 明乐佛像 那就是 不自大大的 笑笑的 就这么一尊像 这尊明乐佛 它是中国人的样子 这尊明乐佛呢 其实不是弥勒佛的本像 本样 这个弥勒佛是在 释迦牟尼佛啊 注释的时候的 一位啊 比丘 这位比丘呢 就是叫弥勒比丘 而释迦牟尼佛呢 来下生弥勒尊佛 就是未来 还会 就要生在我们人间的一尊佛啊 那现在在哪里呢 是在天上 是在天上哪一层天啊 也叫兜赎天 兜赎天 有内院 有外院 外院呢 是凡夫所做的地方 内院呢 就是圣人所做的地方 也就是弥勒佛啊 在那边等待着 在56亿年之后呢 再到我们人间来成佛 因此在原始的经典里边 以及呢 图像的里边 在藏经里边的图像的里边 我们看到的弥勒佛像啊 是带着天观 就是有点像观世音菩萨 或者是像大师子菩萨 像文殊菩萨 他们那样子的像 没有提光头的样子 可是呢 在释迦牟尼佛的当时啊 弥勒比丘啊 他应该是提光头的 那么在天上的那个弥勒佛呢 还没有成佛的那个弥勒菩萨 是啊 就是菩萨像 不是啊 比丘像 这么会来 后来怎么会变成了 一尊大堵子的佛呢 这是在中国宋朝的时候 在江省 有一个悦灵士 有一个悦灵士的 一个出家人 这个出家人呢 叫做什么呢 叫做啊 慈祺 祺有慈离的那个 这个祺有慈离 慈祺 慈处 祺呢 气又的气啊 慈气 这么一个人 这个人呢 呃 他在那边呢 出家 也在那边死亡 元吉 呃 他平常很少在那个地方 就是来来去去 来来去去啊 在那个地方 那么 什么时候 人家把他当成弥勒佛的呢 因为啊 他死了以后啊 有人呢 听到他说过 说弥勒 这弥勒 世人皆不赦 就是说 他是真的弥勒 就是人家不认识他 就这样子呢 就变成了 后人就把他当成弥勒佛来供养 就把他弥勒佛来供养 又把他当成呢 这个十八罗汉里边的 一尊罗汉来供养 这个本来罗汉只有十七尊 十六尊 十六尊罗汉里头啊 加了一尊啊 弥勒 在里 就是那个大肚子的罗汉 也另外加了一尊中国人 那个叫复活罗汉 加进去 那边是十八罗汉了 那么这个 这个弥勒佛啊 现在为什么供了三门口呢 因为他是将来要成佛的 为什么 一定要供到三门口呢 他们说 三门口佛像呢 供到那边 笑面迎人 你进来吧 你进来吧 你来得好啊 真好啊 还有呢 大家看到他就产生一种欢喜心 这个大肚能用窝 就肚子的大 就是心量大 心胸款大 你看到星光体胖 我们中国人很喜欢让人家说 啊你发福了 你真是啊 星光体胖啊 你一定是啊 最近啊越来啊 越顺利了 所以是人家看到肥肥的胖胖的 笑笑的人呢 这是很有人缘的 还有呢 他这位 这个 这位比丘啊 这位这个 菩萨 很有意思 他经常是拿着一只袋子 这只布袋 因此呢 有人叫他什么呢 叫做布袋罗汉 他这布袋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呢 人家送他什么东西都他都要 人家送他能够吃的他就给 他也放进去 能够玩的也也放进去 值钱的不值钱的全部放进去 人家问他你给了他以后问他要不要 他要 要不要还要 你只要给他他都放到他布袋里头 好像这个袋子啊永远放不满的 但是呢 有人需要问他要东西的时候 他一定给 他这个袋子里面拿拿一样东西 拿拿一样东西也是拿不完的 这个 有多少人要多少东西 他都都给 所以这个袋子里装进去呢 装不满 拿出来呢 拿不完 所以有人叫他是乾坤袋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精神呢 就是一种菩萨精神 菩萨呢 你要给他 他全部都要 那人家问他要的时候 他全部都给 他这个 都是为众生 成就众生 所以这一个 这样子的一种菩萨的精神呢 实际上就是代表着 父的 或者菩萨的 慈悲精神 这种菩萨的蛮 感情 可能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